我们不生产广告 我们只是广告的搬运工 爱奇艺会员 没广告 真骄傲 那些被我借钱的人 可能要掌心里能振的 或者拉你一条 可是父母是知道 你屁股上的事的人啊 父母一样的烟火 对不对 外影入院 这是那样严肃的辩论节目 男人过去 那来摸摸张 女人过去 和单独夜茶 七八说 我又来了 女神来了 你为什么穿一个泳装就来了 你不要装无辜 是你交代的 你强往黄建祥是吗 你问他我亲到他没 全都是借位 你怎么不跟马东借位 没有人借位的时候 真的女演员都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我是亲到我的手 然后这样的 马东期望的不是这个 咱们换个话题吧 赶紧录吧 录吧 别闹了 那那就出事了 真的 我呢是个子太直好家鞋垫的艺员蔡康勇 我呢是性子太直 必须毒舌的JJ金星 我是眼带太大 必须割掉的 哪儿大割哪儿的 那么我们是KJ金星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这个北朝鲜男团 然后本场女神再次光临 我心中的偶像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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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女神柳妍小姐 柳妍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女神 第二次来到启发桌现场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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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这个直男 为什么呢 我喜欢 什么情况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上次柳妍来的时候 坐在你的左手边 对 这次来了却坐在你的右手边 这个我要回答 去年柳妍第一次来的时候 坐在马东的左边 对 她就左边僵硬了一年 硬了一年 大家好 大家好 柳妍今天坐在我身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让我有一种很充实 不是 很 很饱饭 很丰富 哼 哼 哼 确实的眼神我定我 我定我 我定我 左边僵硬 左边僵硬 左边僵硬的 瞬间的那种感觉 就今天给她放在右边 让她右边也硬起来 对 这样就可以用了 大家一会看啊 我注意我招手 只用这只手了 这只手已经处在半身不回状态了 那个旅然上次来 启发说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轻敌了 是不是有点热上次来 因为上次来你穿衣服 一直武装到这儿 就是啊 每一寸肌肤 都不肯让我们看到 这次来 不知道为什么 穿了远装就出现了 以前我觉得奇葩说 是小清新类型的节目呢 但是现在我就发现 它是一个非常火爆 奇剧人气的节目 所以今天也穿得 比较凉快就来了 哎呀 走错 反正走 他把风光 哎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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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东的眼神从现在开始 所以我们都要往下 从下可能 怎么把你椅子 把它拉到后面 出来了 这个节目现在太火了 很多赞助商进来 实在没有地方插广告了 他们把开场话题给卖掉了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的开场话题 是从几张照片开始的 天哪 来 看看第一张 帅 好嫩 左边的很像罗志祥 那个眼睛多有内容啊 你看那眼睛 对 像陈思成 像陈思成 你们真的 左边这张罗志祥很像他 陈思成也很像他 张国荣也有点像 左边这张照片 这个陈思成就这样 拿出来做什么 什么意思啊这个 就是先解释一下 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照的 左边呢 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照的 然后当时为了怕别人不知道 我会写东西 在口袋插了三支元素 然后右边呢 是我去美国 学拍电影的时候 照的 怕别人不知道 我会拍电影 谁把摄影机 扛在肩膀上 其实迈出去的一个话题 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回到20岁 就这个时候吧 你可以干什么 还是干这件事啊 就是还是 你看我20岁的时候 你不觉得我过得挺开心的吗 就 还是要一样对自己充满信心啊 会写就要标榜出来 会派也要标榜出来才行啊 而且呢 我现在对谈我自己的照片 没有那么迫切 因为我很迫切 要看到你们其他人 20岁的时候长什么样 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啊 这太值得玩了 这个是我儿子救了 这个时候真是20岁 这是我在广东舞蹈学学习的 就要出去美国留学之前拍的 挺酷的吧 挺酷 对啊 20岁 刚才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我回到20岁的话 这个时候 我应该想办 跟女孩子谈个恋爱 那时候没谈吗 我从来没跟女孩子谈过恋爱 网上有帮我撒播一门说说 啊 请老师怎么跟女孩子谈恋爱 怎么怎么 我从来没有过的 因为我这时候我特别清楚 我要谈恋爱 我只能跟男人谈恋爱 但那时候谈恋爱不方便 如果再回到这时候 我估计我该走哪条路 还走哪条路 但我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这条路真是 太精彩了 真是老天爷 老天爷帮你设计特别好 我都没想到 我会走成这个样子 就是 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从网上送了一张柳妍小姐 20岁时候的照片 谁把你的拿出来啊 你的呢 我 我的那个屏幕放不下 柳妍还有这种时候吗 这是十六七岁的时候 那时候在广东读书 那是上学是吧 上学 这说起来已经30年前的事了 是不是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给你盛菜盛特别多吧 我那盛菜的时候 就盯着你的胸给你盛一下 那个时候明显吗 现在明显吗 我觉得你们真是没见过什么 你见过 好 好 那边就到这吧 来吧 咱们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就可以到这儿 下一张 还有一个照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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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二十岁吧 这不是二十岁吧 这是你昨天拍的吧 电话不带耶 我真的欲哭无泪 马总这张照片看得感觉 你身体里揣了一个熨斗的感觉 一个纸都没有啊 光溜溜的啊 我觉得像斗拉黑模的感觉 我那个时候 比现在重三十斤 啊 那个时候 比我巅峰的时候 轻二十斤 所以你巅峰的时候 比现在重五十斤的意思 对 你干嘛不这样讲的呢 我考一考算术 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回到二十岁的话 我会饿着自己 不相信 我那时候对于吃 简直是痴迷 在那之后 我才发现世界上 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 可以去痴迷 不必 不必集中在吃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应该举这个 对啊 这个抽签 不是 我就是我要是二十岁 我就每天 每天一盒鼓力多燕麦牛奶 糖饿扛到今天 我希望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到二十岁的时候呢 去 去 去 上一届冠军怎么那么疼呢 对啊 对啊 就到了我们 感谢我们赞助商的时候了 非常感谢 有钱有势 有形有款 有胸有腿 不如有范儿的 时尚APP有范儿 冠名赞助奇葩说 当然我们要再次感谢啊 这个 国际抗恶大品牌 鼓力多燕麦牛奶 赞助我们 今天开始其实已经度过了淘汰赛了 所以场上十六位选手 要分批上来进行PK 所以大家好自为之 来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个变题 是什么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在中国养个孩子 到底要花多少银子 去不科学动机 在北京生个娃 普普通通的养到十八岁 成本二百七十六万 这还不包括 进口奶粉 高级尿泊师 亲子班 择校费 零食旅行吃药看病 一对月薪不到两万的小夫妻 不吃不喝存上十五年 才够养个孩子 如果说七年后生的孩子 是计划生育限量版 那八年后的孩子 就成了计划经济奢侈品 厚厚的账单 让现在的年轻人 谈孩色变 青春还没开始 就已经被房贷 车贷和熊孩子 给透支没了 也未必是快乐的童年 进口奶粉 未必能吃出个本土天才 压力不是借口 506070后 哪一代 不是从压力中走过来的 没钱就不能伤 不过是一群逃避责任的人 打着空虫的旗号 让不生孩子 瞬间高尚起来 与其说你压力大 还不如说 你根本就是个怂包 那么 没钱 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呢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必须生啊 那还用出锅吗 你生孩子的时候有钱吗 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心动 我觉得是他的优势 同样也是他的劣势 对啊 这次的赛制特别别致 特别逗你知道吗 还加了一个奇喜的环节 对啊 收拾我了哈 别提了 这赛制可烦了 你说那个陈勇开发 虽然是变手 但是我接触了一下 就八竿子打不出个P来 谁说我们 好几个人都说你们 我们真的闷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虽然这话题看起来沉重 但其实他是每一个人 真正决定要孩子之前 都会去先把自己的卡数一数 然后把自己的家庭规划 把自己的投资的收益 所有东西都要算一遍 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双方按照自由意志 选择了红蓝两方 我们两位导师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肯定要生的 生孩子跟孩子 跟钱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生孩子 是一个机型下的产物 不是计划性产物 你是从技术上去解释这件事情 我们是从经济学上去考虑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蔡团长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我当然是在金星的对面了 所以就没钱就不要生了 好 最后要问一问我身边的女神 我立场就是要生 要不要生孩子 跟钱有没有关系 其实金星老师是有关系的 只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关系 对了 没钱也要生 没钱也要生 是你们那边的是吧 对 好 我们现场100位观众 手中红蓝剑 红剑代表没钱要生 蓝剑代表没钱不要生 请大家选择立场 比赛进入第二阶段 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 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 比赛结束时 团长从胜出一方 选出一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 受益本场BBKIN称号 失败的一方 将面对精致和肉体的残酷惩罚 累计获得BBKIN次数最多的奇葩 进入决赛 3 2 1 那我们是从正方少数支持派开始 大鸣开始 哎呀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我觉得问这话的人 就应该把你重新塞回到你妈的肚子里 赞成没钱不能生孩子的朋友 我想问一下 你们都合计啥呢啊 你们都是富二代啊 你们生的时候家里都贼有钱呗啊 没钱不能生孩子 我觉得这一话 你就等于消灭了一代人哪 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 还整什么计划生育 直接就问你有没有钱 问你有没有钱 没有 没钱你不能生孩子我告诉你啊 那像 那就是一个没钱结扎版的方式是吧 那很多人说了说这个 大鸣哥 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件特别痛苦 特别难的过程啊 那是吗 生孩子是什么 我觉得生孩子 就是一个烧带脚的过程 你生过 对啊 烧带脚就生了嘛 跟什么有关系 跟荷尔蒙有关系 对不对 跟基因有关系 但是我生的孩子 是跟我特别相信 我在关键时刻能杀住车有关系 跟 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 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关键时刻能杀住车 就是因为关键时刻 我没杀住车 所以我就有孩子了嘛 是这么回事 哦 明白了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你的两个孩子是车祸的产 我还没说完别着急 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说 我说等我有一千万了 我再生孩子 去那等你有一千万的时候 你媳妇都来三遍更天气了 你都快挂墙上了 你跟谁生孩子去 还有人说了啊 说我没有钱 我生出来的孩子 跟我遭罪跟我受苦 我用不起澳洲奶粉 我使不起日本的尿布湿 我用不着美国的吸奶器 我不能让他上英法双语幼儿园 朋友我想问一下 你是养孩子的还是养八国联军的 大伙都知道啊 人奶的营养是要比 是要比奶粉高出一万倍的朋友们 你喝过 我喝过呀 我尝过 亲自尝过 那么现在朋友 你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 努力地攒钱去买澳洲奶粉 你是努力减肥变减大发了 把你的奶给憋回去了 所以我认为 没钱 要生孩子 对自己 对家庭 对孩子 都是好事 老爷们可以努力出去挣钱 老娘们别出去败家去了 好好的 两个人一起努力 形成一股劲儿 孩子也认为 自己我要努力 以后我才能有出息 那么一个有爱 有温暖的家庭 是要比一个光有钱 而天天冷战的家庭 好出一万倍 所以朋友们 严严夏日无心睡眠 今天晚上 你们就回去 跟自己的媳妇 来一发 别控制 奔着中标去吧 谢谢 你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了事 有多少得算你账吗 大宾刚刚说 他是刹车没有刹住 才生的吗 对 所以表示说 他如果刹得住的话 他也是要等到有钱 才生儿子吧 但是是这样 所以你是 好了 二人已经讲完了 你不能再讲了 所以你是刹车片出了问题 不是 我要不是就没有刹车 他挖来好多票啊 对 73比27 好吧 返方 其实很多没钱的父母 他们打算生孩子的时候 他们都会拿一个理由 过来安慰自己 他们会觉得说 是啊 有钱的父母可以给孩子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 我没钱 我给不了他物质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给他浓浓的爱呀 我可以给他满满的幸福感 不好意思 这只是你们的幻想 拜托从你们的幻想中走出来 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你没钱 你给不了你孩子钱 你也给不了他爱 不是你不想爱 是因为你爱不起 怎么说呢 首先 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爱他 你想想看 你养活自己都困难了 你现在还要去养活一个孩子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外面更加拼命努力的去赚钱去工作 你日夜奔波 你天天加班 你没有周末 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呀 所以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 有钱人他们也没有时间 但是他们却有资本让自己停下来 因为他们停下来他们又饿不死 反正他们有钱呢 但是没钱的人 就像上了发条一样 他一刻都不敢停 他只要停下来 他孩子下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见不到了 是不是陈铭老师 是 所以说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爱 除了没有时间之外 你还没有心情去爱 你们可以想一想 你在外面已经盲成狗了 你大汗淋漓 在外面四处奔波 很晚的时候回家 你只想好好地在家睡一觉休息一下的时候 你发现你孩子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你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去宽容他 去给他爱的教育 你只会觉得说 老娘在外面那么辛苦地赚钱养活你 你就拿这个来迎接我吗 你能不能早点懂事 你能不能不要让爸爸妈妈操心 你知不知道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所以你根本没有心情去爱他 所以这样家里的气氛就很诡异 你知道吗 而孩子是最敏感的 他能体会到自己家庭的氛围是那么的尴尬 那么的有压力 如果是 他跟郭敬明是同学吗 为什么他跟郭敬明是同学 你是生活在小时代里头吗 哪跟哪啊 这可能刚好说明了 郭敬明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就是他们分享一个时代的价值啊 对啊 不是 他那种好像说 有钱就给爱 没钱就不能干 那咱们中国这些农民 大波大白们都怎么想看 只是给爱的方式 给爱的时间和精力比较的累嘛 所以小朋友可能觉得 对 收到的爱的品质 不是他期待的那个品质 哦 他们生活在电影画面里头 所以说他生活在小时代里面嘛 朱如选择了一个特别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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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艰难的一个开始 对 他直接就把爱这个事儿 对 反正迟早得对付这件事情 就对付吧 没关系 勇敢一点 因为很多没钱的父母 经常对孩子说两句话 你们可能会觉得 听得非常的耳熟 就是 虽然爸爸没钱 但是宝贝你不用担心 我们砸锅 卖铁 都会把你培养成才 或者有父母也会说 你爸这辈子没希望了 但是我们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我就想说活该你一辈子没钱 你把什么希望 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连你的青生骨肉 你都不放过 你还是人嘛 你在生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些自知之明 人又不是动物 你发情了就交配 交配了就生产 这是典型的骨负责任 谢谢 人不是动物 你听到没有 我正在努力从动物变成人 听到如鲁这番话 我进化得会快一点 没有 如鲁这番好多漏洞 养一个孩子 跟你有多富足 东西没什么太大关系 现在咱们中国人知道 尿不湿了对吧 以前不就是养孩 不是说丑块布 旧衣服 那句话叫尿戒子对吧 天天洗尿戒子呗 那一样把孩子养大了呀 而且你的言行 恰恰给孩子做出很好的表演 哎呀 我父母这么辛苦的工作 是为了我们 你都不用告诉他 这种言传身教 永迷说那些 我有钱 我陪你玩这个 咱们去玩玩登山玩草地 那是电影画面 好 第二位是谁 永开 你请 他能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呢 那你就对孩子比较负责 你没钱的话呢 你就没有心情去爱了 好 孩子 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了 你说生孩子的时候有钱 那万一生孩子过了不久以后 没钱怎么办 像我爸生我的时候 其实我家还算是一个小康之家 然后生了不久之后 我爸生一失败了 那当你这个逻辑 我爸这个时候 没有时间去爱我 也没有心情去爱我 他是应该把我塞回去 我毛毛肚子里 而且我家有三兄弟 塞三个 你又是从技术角度 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你知道吗 因为照算命的说法 你就是克父母啊 哈哈哈 好了好了 就按照这个观点走下去 其实是很可怕 特别是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 每个有钱人都赶着回家 干嘛 塞孩子 结果人生就是怎么样 生了又塞生了又塞 你烦不烦呢 你爸不累 你妈都累吧 哈哈哈 那个叫赵回 你知道吗 所有轮胎质量不过关都赵回 哈哈哈 所以我想说东西很简单 人生本来就是有时有钱 有时没钱 这种东西不由得你控制 如果你要算到自己 可以确保自己 一辈子有钱你来生孩子的话 坦白说 大家都过去做结扎手术吧 比较快 所以第二点 其实坦白说很欣赏 他想要尽可能给租多一点时间 去爱孩子 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 就必然比较快乐 那没钱人家的孩子 就必然比较不快乐 像我自己 我家有钱的时候 我又玩PS3的快乐 那没有钱的时候 我去隔壁小孩的家 可以玩PS4 哈哈哈 那这隔壁的爸爸妈妈有钱 才给他小孩买了PS4 没关系 隔壁家的小孩们在上小提琴课 所以他们的PS4都空着给我玩 所以你爸爸破产是被隔壁害了 哈哈哈 无可能 然后而且就是有钱的时候 可能家里请家教 那家教也挺帅的 我也很快乐 可是如果没钱的话 不用上补习班 他刚讲什么 他讲什么 家教什么意思啊 家教挺 他说他家教很帅 所以他很快乐是吧 这跟爸妈有什么关系啊 反 反正都快乐 不 有的时候家教很好看 是你爸爸快乐 哈哈哈 你继续继续 我们绝不再打断你了 所以 孩子本来就是一个 懂得自己找乐子的一种奇妙生物 在富的时候 他有办法快乐 在穷的时候 他也总有办法找出快乐 各位父母 你们真的不用担那么多的心 坦白说你问我 穷的时候 我有没有失落过 有没有伤心过 有没有难过过 绝对有 可是我的伤心跟难过 从来都不是源自于我家里没钱 而是我父母因为家里没钱 觉得亏欠了我 我妈有一次他加班加班 因为担心我们三兄弟不够钱花 也是加班到泪滩了 然后结果进了手术室 手术结束以后 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永开对不起 就下个月的零用钱可能会给少一点 真的很对不起 当时我心情是很沉重的 就你妈你给我一条命 已经对我是莫大的恩赐了 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呢 为什么一个父母会仅仅因为自己家里没有钱 自己暂时使孕不好 结果就亏欠了孩子呢 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孩子从来都不介意家里有没有钱 孩子记得是父母到底开不开心 对 好的 如果父母不开心 就算家里再有钱我也不开心 可是如果父母可以开开心心的每一天 我家里再没钱我也可以活得很开心 所以在这里我要向电脑前 引接哪里 电脑前的妈妈说一句话 就我知道家里现在可能很困苦 然后这困难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但是请你相信我 我活到这把年纪了 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 那我对你的爱 从来都不会因为家里的钱减少 而因此而减少 我爱你 谢谢 好 好 齐熙 新赛制 齐熙 齐熙为1v1单挑环节 当一方其他对另一方发言 忍无可忍时 可选择发动 齐熙 每场比赛 每队各有一次机会发动 齐熙 我在20多岁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去了武汉市的一家孤儿院 我想去收养一个孤儿 然后孤儿院的老板 衡量了我家庭的经济情况之后 说不好意思你 你不能来收养我们这里的孩子 因为你的财务状况 没有达到国家法定的最低标准 我想我请问你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孤儿院宁愿那个孩子没有爹 也不愿意让没钱的我去当爹 为什么 我不懂他们的考量是什么 可是我想今天的便提是 没钱要不要生孩子 不是没钱要不要收养孩子 全世界法院内所有的孤儿院 在孩子收养和领养的过程当中 都有鲜明的财务状况调查 而且在各个国家和各地 各个地区都有法律的规定 你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各国都有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钱不够的话 甚至领养一个都不允许 为什么 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孩子 大家都会认为生的儿子 父母都很容易比较爱 所以因此他们不介意你 我们有钱 可是收养孤儿的话 因为你本身不是你亲生儿子 所以他们才要衡量你经济状况 要给一个基本的清楚 这个点好锐 说得很好 他告诉了我们 在养一个孩子当中 财务状况的重要性 这点你听不出来吗 收养孩子和生孩子的区别 听得出来吗 如果可以选的话 你是希望在你人生当中 没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吗 还是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 我会在我最爱她的时候生孩子 是哪一个阶段 最爱她 最爱她是哪一个 是比较偏没有钱的 我有可能在有钱的时候爱我孩子 也可能在没钱的时候爱我孩子吗 你干嘛要强迫我呢 没有 没有 你一直站在一个孩童的视角 在看这个世界它很美好 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你答案 因为你刚才所有的想法 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也有过 但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此刻努力了 好 齐希结束 两位请坐 非常好的抵抗齐希的方式 一段一再地用各种立场 来扰乱发动齐齐的人 可是在扰乱对方的时候呢 同时自己也掉进去了一个态度当中 就是只要有爱 那是最重要的价值 我们今天不是在辩论 我们该在有爱的时候生孩子 还是在没有爱的时候生孩子 所以你也搞错辩论的题目 这是补刀吗 当然是补刀 但是对方那个 刚才那个错误观念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亲生父母 哪怕你没有钱 你会用你的方法 哪怕你从嘴里抠出来 从身上扒起来 你让你的孩子过得很好 但是你收养的话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能力来养这个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 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爱了 你标准是不一样的 不不不 菁姐 其实是这样 你刚才说得很对 其实没有钱的情况之下 你把抠出来 扒出来 也可以把孩子养大 也可以让他过得很好 但是这份爱 从一开始就太沉重 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 就背负了很多 他原本可以避开的包袱 这个话题好像貌似是 从家长角度出发的 但其实更多的是 针对那些准备要结婚生孩子的人的 一个提前的考量 所以它其实不是面临着说 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要还是不要 而是说我的人生规划里面 在我事业没有成功 或者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 我要不要生孩子 好 我们继续 你笑笑是吗 好 刚才大家说了很多孩子感受 其实我们今天便提是 没有钱 我们要不要生孩子 就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去 当这样的父母 说实话 我不想当这样的父母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希望选择权在我 如果我有钱的话 它到底是我给它买PS2 还是他到隔壁家去玩PS2 选择权在我 你懂吗 他到底生下来 他的人生是困难模式 还是简单模式 那是由我来决定的 选择权在我 说实话 我不希望我的儿子 有一天在电视上告诉我 说有一天我的爸爸含着眼泪告诉我 儿子你下个月生活费没有了 那要实际上对我的一种折磨 原谅我的自私 永开我觉得你很懂事 但请你原谅我的自私 如果我没有钱 我不想要孩子 刚才几位老师都说 不要把爱扯进来 但说实话 你如果没有钱 支撑你陪伴一个孩子 养育一个孩子是什么 只有爱 刚才我们的乳如说到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 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有钱 父母的爱很容易无力 你们懂吗 我们都说爱是很牛X的一个东西 尤其是父爱母爱 他陪你度过千难万歇 但这个世界上 有谁会像我一样爱他吗 没有了 只有我 因为我是他的爸爸 如果他长大了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可以有的可以有的 现在可以有的 我妈动起习 我只是说也可以是妈妈 他一个人无性生殖 是吗 还不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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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的孩子长大了 跟我说 爸 我想学钢琴 那这个时候 我可不可以去拜托钢琴老师 我说 老师对不起 我爱我的孩子 但是我没有钱 能不能拜托你像爱我一样 爱这个孩子 你能不能不要收他的学费 如果他长大了想读名校 我没有钱 我去拜托校长 校长不好意思 我没有钱 但我爱我的孩子 你能不能像我一样 也爱一下我的孩子 让他读一个书 可以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如果我没钱 我生个孩子 你们他妈的以为 会有天使替我爱他 我告诉大家 我一个最简单的观念 我不说什么高大上的东西 我不想生孩子 很简单 我不想因为一个孩子 降低我的生活质量 虽然因为我没钱 本来就没什么质量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大学同班同学 曾经一个女生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花枝招展 生了孩子之后 生活过得清汤瓜水 有一天我陪他去商场 给他的女儿买东西 他花了五千块钱 给他的女儿买了一口锅 这个锅是用来干嘛的 给奶瓶消毒的 而这个时候我的朋友 他连一条五百块钱的裙子 他都舍不得买 你们知道吗 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我不买这条裙子的话 一个锅盖出来了 你们懂吗 包括我妈 后来看到这个女生都说 哎呀你看圆圆 现在当妈妈了 长大了 怎么这么懂事啊 我告诉大家 你们别觉得懂事 是一个包一词 人为什么懂事 是因为环境所迫 没有别的选择 他必须懂事 好 我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钱 我要了一个孩子 我割舍我的一切欲望 我割舍我的社交 割舍我的朋友 我老老实实去工作 我去赚钱 我懂事 好 我的孩子长大了 他最好像永开一样 他懂事 你们懂吗 他如果像永开一样懂事 他不能向我提出 任何我能力范围以外的要求 那他就是不懂事 他就是不笑 所以呢 别人一家三口 是和和美美 幸福美满的一家字 我们家是无比懂事的一家子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不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 我不希望生了一个孩子之后 他降低我的生活质量 同时 我希望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我面对我的孩子 我理直气壮 就算我没有办法 给他一个拼爹的资本 我也不希望他因为我 只能去跟人拼命 谢谢 谢谢 奇奇了 不是 我插一句 你玩PS2吗 没玩过 对 我也说你肯定是没玩过 我小时候喜欢踢箭子 但是这个 从小时候喜欢踢箭子 心里变得这么贱是吧 这个好 他刚刚整段都讲得非常好 可是有一句话 一直在我脑中回旋不去 就是他说孩子出来 看到他爹长这个样子 我脑中一在想 我脑中我若伸出来 看到我爹是这个打扮的话 OK啦 OK 好吧 我希望你当爹以后 还维持这个打扮的风格 对 不想当爹 累 你是被齐熙了是吗 齐熙我 我齐熙他 你齐熙他 对 秋晨你请 特别简单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呢 你不想生孩子 就是不想降低你自己的生活质量 对吗 好 请问 你要多有钱 生了孩子之后 才能完全不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很简单 就像如如说的 我不需要每天为生活所迫 我必须出门的时候 必须出门赚外快 所谓的灰色收入的时候 OK了 OK 没问题 你有钱 可是你总得在家稍微赔一下他吧 不能泡巴了 不能和朋友喝酒了 你生活方式始终需要改变 所以看到吗 他不生孩子 跟有没有钱 没有关系 没关系 他就是想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 我告诉你 很简单 为什么 就是如果我有钱我生了孩子 我不用割舍掉我很多的欲望 比如说我买那个锅的时候 我还可以买一条裙子 你知道吗 还当我朋友了 我朋友 我不需要割舍我这个欲望 你只听到 我的朋友她做了一个妈妈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一年多以前她没有生孩子 她还是一个少女 你让一个少女一下子割舍掉所有的欲望 不能穿高跟鞋 不能买高跟鞋 不能买裙子 好 其实很不人道的 好 没问题 可是你们想过你那个朋友 自从生少女变成了一个少妇之后 她自己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她以前晒自己的自拍 对吧 还要被你们吐槽 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地晒自己的孩子 请问她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我告诉你 她现在为什么她不晒自己的自拍了 因为她连化妆品都买不起 她素颜不好意思上镜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明白了 待会儿我接着说 好吧 OK 那我们就 跟她说不清楚 是不是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没有啊 不管 肖肖你得到了最高的恭维 就是跟你说不清楚 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走到今天呢 我很快地问肖肖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是想要孩子前提下 只是因为现在没钱 对吧 那比如说十年之后 你还是没钱呢 那个留言解释这样啊 因为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这个阶段没有钱的话 很简单我还年轻 你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有钱 对不对 其实我现在挺有钱的 哎呀 所以说她有钱 也太大了 对 她这个情况不一样 好厉害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没钱 但是大家年轻嘛 我坚信我十年之后 我五年之后一定有钱 可是说不定 你五年 十年之后 不但没钱 还比现在更穷 那你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了 你那时候想要孩子都老了 都生不住了 我们今天这个辩论题目 长得很像什么题目 就是如果我们要考高考了 我们是不是等到我们书都念完了 我们再去考 理想的状态 正常的学生都会说 我希望我把书都准备好 我功课都温习好了 我才去考高考 可是高考来了以后 我还没念完 我也得去考 所以你刚才说 万一日后也没钱 万一过了二十年 还是没钱 那怎么办 那就是念书没念好 功课没有准备好 可是高考的日子还是来了 她还是会去考的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 是里长的状态 可是她生不出了 真的你等到十年 二十年 长死了 真的 长死了 其实这 请教一下 长死了我听不懂 就堵住了 堵住了呀 真的好多人生不出 是堵住了 长死了呀 该出奶都不出奶 我发现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 真的特别爱谈技术问题 那这样我就问一下 你先说哪堵死了 你先说哪堵死了 我跟你讲 真的现在很多女生 哪堵住了 哪长死了 你不睡了 我还管堵住了 对呀 我想多 我想多 OK 我觉得自从有了齐席 这个设计之后 大家都疯了 就疯掉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那我就承接着 刚才往下说 肖肖呢 有没有钱 跟她选择毫无关系 她无非就是想维持 现在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 不信 你问她 好 我现在就给你一千万 你生不生 要生 让孩子要了 犹豫了吧 生不生跟钱 没有关系 好了 刚才前面两位呢 说的是 我要把爱 和那个钱绑定在一起 为什么 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想给你孩子 最好的东西嘛 对吧 这没有错 可是你要弘扬你这种大爱 首先 你就得有一个孩子 那吊鬼的地方就出来了 对方 以爱之名 去剥夺孩子的存在 嗯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我不能给你最好的 我就干脆连条命 都不要给你 不对不对 不能替她做 那我就想顺着问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现在过的日子 也不是你想象中最好的吧 你为什么不去死一死呢 所以 好强哦 真的 真的 有没有钱啊 好多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来的 肖肖说的一句话是对的 她不是怕亏待孩子 她是怕亏待她自己 这是一种十分自私的想法 跟有没有钱 没有关系 是她还没有长大 可是有一点呢 我觉得 是需要承认的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 一旦你的孩子出生了 你立刻会觉得那些钱不够花 也就是一旦有孩子 你立刻就会觉得没有钱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爱你的孩子 爱就是这样一种 不计一切的投入 无论你给了她多好的东西 你都会觉得不够 你给了她澳洲的奶粉 你就会想她 有没有更好的东西 可以给她 没关系 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预念 非常好 记在你自己的心里 因为只有如此 孩子才能成为你拼命去挣钱的最大的动力呀 所以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钱不要紧 你们想一想 王思聪 你们的老公王思聪 他1988年出生的 那个时候他家也没有钱 那时候他爸是一个什么 区政府的办公室的副主任 那个时候一个公务员能有多少钱的工资 肯定没有钱 可是1988年 就在王思聪你们老公出生的那一年 他爸还干了一件事 就是他砸了自己的铁饭碗 下海了 所以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他爸呢 就成为了中国首富 为了孩子反而更有钱了 对 然后王思聪呢 就成了你们的老公 是吧 所以没钱不要紧 没钱可以去挣的 如果说爱情 让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生 孩子会更有赚钱的动力 是的 更有动力 那孩子就可以让一个男生 变成一个男人 男生 对吧 为了耍酷 为了耍酷去抽烟 可是男人 可以为了省钱去戒烟 男生 为了一起去打架 可是男人为了家人可以隐忍 男生一时高兴 可以千金散尽 可是男人啊 为了自己家的千金 是可以斤斤计较 到朋友都嫌弃你 你也在所不惜的 女生 地方开始奋斗的人 你能给你孩子的礼物 还多了那么一分 那就是让你的孩子 亲眼目睹着你 为了他去付出 去拼搏 这是什么钱都买不到的 谢谢 各位好 我们又赶上了一场 特别心里没主意的观众 这个红蓝剑在这刷刷刷 我已经明白了 其实两位老师也总结了嘛 就是动力 我一听我才意识到 这才是真正吊诡的地方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生孩子是挣钱的动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会要努力去挣更多的钱 干什么 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的环境 对不对 是什么意思 他们也很希望孩子 在一个有钱的环境下成长嘛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他们是认同我们观点的 是希望有钱了 那生孩子会更好的 要不然那动力从哪里来 嗯 我来告诉你真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对方刚才说的 就是真的很唯美 很天马行空的 原因后面两位 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没有过一个孩子 我告诉你 挣钱这件事情 需不需要动力是需要的 但是关键 挣钱这件事情 根本不在动力在能力 今天在座100位观众 你们谁没有挣钱的动力 举手是为了一下 挣钱这件事情 动力其实人人都有 但你知道能力这个东西 关键在哪里吗 挣钱其实最关键的是 时间和精力 他需要去锤炼自己挣钱的能力 然后去挣钱 我的观点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没有钱应该努力挣钱 对 而生孩子这件事情 跟挣钱 totally的是南辕北辙 我的女儿 她是2014年6月7号出生的 我非常真实地给大家呈现一个 刚刚生完孩子的父母的生活 孩子在刚开始生下来的半年到一年当中 是要吃母乳的 两到三个小时孩子会饿一次 每天晚上 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妈妈 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的 喂奶频率是这样 9点半左右 以后就要睡觉了 9点半要先喂一次 两个小时 11点半喂一次 1点半喂一次 3点半喂一次 5点半喂一次 7点半喂一次上班 晚上孩子会饿了 他就会动 他就会哭 就会嚷嚷 每天晚上的睡眠就是 动一次 喂一次 动一次 喂一次 动一次 这就是生活 你知道吗 但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 而且你知道喂 喂一次奶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喂完了还要花半个小时 把它哄睡着 所以呢每天晚上 基本上就是 两小时醒一次 醒一次一小时 想象一下这个妈妈 这头一年是怎么睡觉的 但如果在座的各位男士 觉得这就是妈妈的工作 辛苦的是妈妈 你就错错大了 不可能有一个妈妈 每天晚上 请这么多次喂奶的时候 看到爸爸在旁边 憨声如雷 心里还会很平静的 所以所有年轻的妈妈 一定会啪一脚 把爸爸蹬起来 说那个爸爸 麻尿布 烧开水 倒奶瓶 开灯 然后给孩子换下衣服 然后就一会儿 那这个跟有钱 没钱没关系 有钱你得喂奶啊 它会影响挣钱 从我本人来讲 前半年的时间 我基本上没有睡过一段 在五个小时以上的觉 没有 我老婆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生活当中白天 看到一对年轻人 双目无绳 然后行尸走肉的到处晃 他们可能刚刚生完孩子 我想说的关键在哪里 你发现没有 挣钱是需要时间的 挣钱是需要精力的 挣钱是需要你投入的 生完一个孩子之后 在接下来 一到两年的时间当中 这对年轻妈妈的 挣钱能力 会得到非常大的削弱 我根本没有提 花钱和开支要增加多少 一个讨论 要对屏幕前的观众 可能有一些启示作用 今天有很多年轻的 爸爸和妈妈他们在听 他们刚刚结婚 也许他们要选择要一个孩子 或者不要一个孩子 我方希望给大家一点的注意 就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人生有二十多岁 二十五六岁 二十七八岁 三十一二十岁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如果可以选 如果真的你可以选 我个人的建议是 再一个 你真的经济会稍微充裕一点 再一个 你稍微有钱一点的状态下去 迎接这个生命 你会更幸福 孩子拥有更多 无限选择的可能 整个家庭都会更甜蜜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陈明 我们进入自由辩论的阶段 二排的人也可以开始发言 谁先开始 乙方的利论 破坏了基因的多样性 直接影响了人类的言识 咱俩又回到去年决赛的时候 不要让人家坐下 不礼貌 跪下 你给我躺下 我现在给你生 好 什么意思 刚才秋晨他们理的已经很清楚了 对方三个是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坦白说 只要你生了孩子 你就算是王思聪他爹 你也经常得给王思聪擦屁股 你的生活模式也经常被改变 生活质量实实 也被他的小匪门下降那么一两下 对不对 他爹擦屁股 你那么高兴干什么 你看你那个表情啊 真的是 还不是因为他不是我老公 你们支持的是任何情况下都不生孩子 那可有前辈前辈关系嘛 好 现在开始讲我方利论 我们好在什么地方 不是因为我们心中大爱 明白吗 而是因为 什么人和什么人在什么时候 能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这个小孩在什么样的时机下 获得什么样的教育 得到什么样的机会 最后变成什么人 根本不可控 明白吗 帅哥美女的结合 一定不会生出丑男吗 不可能吧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们很流行 网上赛父母年轻时候的样子 对不对 跟你们的自拍一对比 总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吧 因为基因组合不可控 就是你父母超漂亮 你可能丑得一塌糊涂 可你父母超丑 没准你以后长成吴彦祖 对吧 那就得查一查了 好 你父母都是天台 这种优势基因组合在一起 不好意思 没准他们最平庸的部分 重合了 对不对 你是个傻子很正常 有没有大学双高枝 生下的孩子 连三本都考不上的 高晓松 他就是典型的基因组合失败 对 从形象到智商 可能人家不参加第二期 你就这么计赫 谁让他不来的 聪明 财富 智慧 都不可遗传 对不对 你给你孩子最好的一切 他未必享受得了啊 可是按你们的说法 没有钱 就不能生孩子 那蠢货也不应该生孩子 因为你们养不好 对不对 丑人也不应该生孩子呀 因为你们孩子 生孩子还丑 从小受歧视啊 你都不是最好的你 你凭什么要求 你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呀 按照你们这种理论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莫扎特 因为他们家超级穷 哥们儿为什么 四岁就会弹钢琴 挣钱养家 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樊高 家里穷爆了 而且一辈子都很穷 你已经讲了 两个早死的天才了 对 所以我现在讲的 不是这个人幸不幸福 而是这个世界上 会出现多少种不同的人 人类一旦开始搞优生学 人类就会变成什么 配种社会 明白吗 只允许最好最棒的人活着 只允许最幸福的人活着 到最后 只剩一点 在座的各位 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各种的缺陷 发现 我作为一个父母不配生 我作为一个人不配活 没了 陈铭 对对对 好 我觉得必须要解释一下了 其实薇薇姐 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今天跟我们今天谈的 完完全是两码事情 薇薇姐刚才已经反复讲了说 基因什么东西都不可控啊 生孩子的基因 我们没得选 是的 如果先天的东西 我们父母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们要不要改变一下 后天的环境 做爹妈的基因到底是什么 是上帝说了算的话 那他成长的那十几年的路 是我给的 我能不能尽一点力呢 我有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他从小 家庭其实并不是很富有 我的这个朋友 他坚韧 他细腻 他善良 他的目标感非常强 我非常钦佩他身上 这种赏光的品质 但他与此同时 他身上也有一些 其他的特质 比如说 他其实有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隐隐的 会有些自卑 以及跟随着自卑 所无法抹去的 有一点点矜持 而脆弱的自尊 很多时候我们朋友聊天 聊到他家庭的时候 他会突然又生气 然后我觉得 我们只是开个玩笑嘛 他真的会翻脸的 这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普通人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知道 威威姐 你刚才说什么东西 它后年会发生什么样子 都是未知的 No 在心理学当中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一个专业术语 叫做未完成的愿望之魔咒 童年的时候 未完成的那个愿望 对你未来人生的路的影响 远远超出你们的估计 如果一个孩子在18岁之前 在他脱的童年生活当中 他最缺的是自由 父母管得非常严的话 他未来的一辈子 他人生努力的最高价值 就是为自由而奋斗 如果他在未童年的过程当中 他最缺乏的是爱和归属感 他未来所有的价值排序当中 爱和归属感就在最前面 如果一个孩子 童年当中最缺的是钱的话 他的人生之路 会把物质财富的累积 作为他所有价值排序中 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这没有什么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东西 有的人追逐自由 有的人去追逐自己的物质财富 但是我 我作为父母 我绝对不希望 我的孩子在他18岁之后 把赚钱作为他人生最大的 价值和意义的那个载体 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他在18岁的那18年当中 做爹的我 不能给他一个 稍微充裕一点的童年 我不希望他在未来 整个人生的目标 就这样被18年前的我 无力地从一开始就设定 我不希望看到开头的时候 就想到结局 这就是为什么我 没钱的时候 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 谢谢大家 在我们现场观众 进行最后的同样之前 我们要开始引入 我们今天三位最重要的团长 来发表他们各自的意见了 这样 你们两位 要不就先让刘言先 刘言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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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大的孝顺就是 让我看到你成家 让我看到你立业 让我看到你有孩子 这一切代表 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中国人的价值观 并不是你有钱是最幸福的 而是你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那是最幸福的 据我对我自己父母 这辈人了解 可能这个时代又变化了 但是对我父母 那个时代了解 我们是这么认为幸福的 你想不想要孩子 其实跟钱 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 我给大家演练一下 这个情景吧 就比如说马东老师 咱们俩结婚了 然后我告诉你 我说 好的 我同意 马东 马东 我没钱 我不想要孩子 但实际上 结了婚以后 怎么还能直接叫名字呢 东 我们现在没钱 咱们不能有孩子 但我表面上说 这是个借口 我真实的理由 为什么不孩子 我告诉你第一 东 我想要两人世界更多一点 我不想要第三个人出现 这样会更好 我保证不找小三 这是理由一 理由二就是 东 我其实结婚前骗了你 我真的我不喜欢小孩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孩 所以我不想生 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东 我不是不想生孩子 我就是不想跟你生孩子 所以当男人们听到自己的配偶 他讲了 他半年就为了讲这一句 对对对 跟自己说 没钱我不想生小孩 这一定不是一个女人真实的想法 生儿育女 其实本身是幸福的事 非常好 我出了最后那一句 其他都没记住 好 蔡团队长 奇葩说是一个做给年轻人看的节目 所以我们讨论年轻人的嫁剧观 我们不讨论 1960年代末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 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 就是1960年的时候没有网路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穷 那时候并不觉得穷是一个障碍 是一个巨大的压迫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 活在一个叫王思聪为我的老公的时代 王思聪是如何成为全民老公的 因为他们家那么有钱 所以当你们在叫王思聪全民老公的时候 却要摆出另外一副面孔说 钱没有爱重要的时候 我觉得很尴尬 就是太为难我们这些看奇葩说的 90后 00后的这些小朋友了 所以我要先讲一个我的体会 就是我在网路上写了这么多的文字 每一次我一讲到说 金钱对人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要的时候 它的认可度跟转发量一定非常低 可是我一讲到跟浪漫跟爱跟理想有关的文章的时候 转发就非常高 人对于金钱 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跟环境里面 我们感受到了金钱巨大的压迫力 可是我们不想讲这件事 我们假装我们不被金钱所操控 可是其实我们被金钱所操控 所有的父母亲他们在存什么东西 他们在存叫做教育基金 干嘛存教育基金 因为让小孩受教育他们要存一笔钱 你有听过父母亲存爱的吗 父母亲不用存爱 因为爱本来就在那里 所以刚才这一对一直在讲爱超越金钱之上 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 爸爸妈妈对孩子本来就有爱 没有爸爸妈妈为了养孩子先存好 一银行的爱去准备养孩子 存教育基金就是为了这个基金 是为了养孩子要用的 如果还有一个诚实的节目 那就是我对于奇葩说的期待 奇葩说是一个诚实的节目 如果连奇葩说都堕落到 说我们爱钱 我们就假装我们不爱钱 那我们就在世界上 找不到别的节目能够说实话了 马威威我跟你讲 你把事情扯到优生学去 我如果是爸爸 我今天在胎儿时期 知道我的孩子有水脑症 有不能行动的瘫痪症 你问我要不要让他生下来 我站在不要优生学立场 我必须要支持说 我们应该让他生出来 可是天知道天下父母亲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忍心 让孩子到世界上来 受这样子的苦 你说莫扎特 范高 那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 我作为一个人类 我非常高兴 历史上有过范高 有过莫扎特 可是如果我是爸爸 我真的不忍心 我的孩子是范高跟莫扎特 我不要我的孩子 那么小四岁 就到宫廷里面去弹钢琴 然后被那些国王 吓到发抖 这个不是一个爸爸妈妈 想要的态度 所以爱是不用谈的 爱在那边 我们谈的是金钱 我们爸爸妈妈 能够唯一做的准备 是金钱的准备 这就是我方今天的立场 好吧 来 我们留给金姐 我觉得 其实我们谈辩论半天 关键是 你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 拿我个人来讲 当我收养我孩子的时候 我没有钱 我也没准备 当这个生命敲门的时候 我不能拒绝生命 我就开始了 然后 我能走到今天为止 完全这个三个生命 给我的一切的动力 我应该给我孩子 送什么样学校 什么样学校 他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穿什么 是你们大人的一个标准 孩子的快乐 我觉得还是 你对他有多大的关注 那个 萧萧说 一个少女 以前可以花很多钱买裙 现在他们买了个锅 但你知道吗 那个幸福感 他认可不买十条裙 他买锅的时候 那个幸福感 是完全是不一样 他那个幸福感 是由孩子给带来的 成名你的幸福感 女儿给你和你太太 带来的幸福 远远超过你对抱怨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喂奶 心甘情愿的 心甘情愿的 人盯兴旺 看那个幸福感 大家觉得都值了 我们现在没钱 我们全家人都是值的 说这个幸福感 我觉得这是拿钱 任何衡量不了的 我赞同七八叔 应该说实话 给很多年轻人说的 你有钱你在生孩子 你有个很好的保障以后 但是世间事情变幻莫测 你今天可能有钱 现在有生孩子了 可能这个孩子生哪里 以后灌来你破产 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面了一个新的话题 所以说生孩子 随缘吧 而且我还回到 我那个观点上的 当你有孩子的时候 赶紧要 用你的能力去爱他 给他一个生活环境 等你有了钱想要孩子 老天爷不给你的时候 哭着喊着 又那个管 又这个管 这个也是事实 还真是很大 对 多少有钱 哭着喊着要想要 又借父生子的 多少啊 你能生的时候你干嘛 你只有一个生育功能 你不生 那时候光挣钱了 等你都有了钱了 功能全衰退了 借别人的肚子生孩子 有毛病啊你 齐芭说录到现在 金姐开始发力了 是 好 我们现场观众 请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 这个时候赶紧把我们的 广告念一下 第一位是 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 雅哈咖啡 谢谢 谢谢雅哈 你发现我们在齐芭说这个现场 吵归吵 骂归骂 到最后其实都是一个 愉快聊天的环境 是因为上场之前 掐着脖子 一人灌一罐 雅哈咖啡 喝完了才能愉快聊天 第二个是狂拽炫酷 上一期广告词是 狂拽炫酷乍天的 在柳远面前 你不好意思念那个字 就是狂拽炫酷 那儿乍天的 什么叫那儿乍天 哪儿乍天 哪儿啊 对对 所以让我们来共同感谢 狂拽炫酷哪儿乍天的 东风标志308s 谢谢 当然了 除了这个雅哈咖啡之后 每个人上场之前 我们掐着脖子 还是为了一些 吃了就变逗X的MM刀 好 谢谢我们所有赞助商 好 谢谢 来 我们来看一看 跟我们最初的结果相比 谁获胜 好 这样从反方三位当中 我们将选出一个人 去接受栏目组的酷刑 我们选择的是那个 最不让我们喜欢的人 跟他的表现好 不好没有关系 他不会被淘汰 但是会接受栏目组的酷刑 他穿的衣服 对 议长大人 你刚才意思就是 我们要整那队的谁 我们就写谁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觉得谁最欠诚 请写下他的名字 一眼望去 谁欠诚 招然若揭 先问一下 你选择的 为什么是这个人 因为我最喜欢他 我觉得他惩罚镜头会多 所以给他多点镜头 已经够多了我觉得 说你了吗 真是 好的 金姐为什么选这个人 因为他最贱 蔡团长为什么选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 我们现在不整他 也是白不整 因为将来他肯定要整我们 来 让我们打开题板 毫无悬念 不是 我能问一下 抢他是什么 对不起 现场的各位观众 因为实在太残忍 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执行完 对 请大家密切关注 节目播出的时候 潇潇重新回到现场的时候 撞去 哪儿轻哪儿子 哪儿走不动道 然后我们要选出 就是说正方今天表现 最招人喜欢的那个选手 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个 由古利多燕麦牛奶提供的 扛饿基金送给他 你是说钱吗 钱 扛饿基金 他们那一组不要钱 他们只要爱 这三个人当中选哪个呢 要写 要写 他们三个真的很好 就是 我们这一个扛饿基金 的数目惊人 如果你每天只喝 就是一盒这个玩儿的话 大概基本上这杯子 就都拿下了 蔡团长为什么是她 她当初进入我们的决赛 是我挑的 我那时候就期待她 带来一些场子里头 跟我们传统对于辩论者 不一样的乐趣 那她今天第一次 独挑大量是我挺紧张的 我怕她就撑不住 结果她撑住了 然后也带来了 我所期待的乐趣 所以我想要 让她扛饿一下 让她扛饿 那为什么 因为我跟她一起 拍过一个月的戏 我没有想到她这么会演 还这么能说 所以我一定要支持她 这是私人馈赠是吧 好比追票不算 那金姐 她有家有业的 她得养孩子 给点钱的 来 请三位 亮珠题板 请三位 亮珠题板 请大伙吃饭 你们拿生孩子去吧 一张麻将牌 请三位 那么大兵就是我们本场的 BB 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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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you BB的BB King 同时我们要感谢 这个有形有款有奖金 也不一定就有范儿的 时尚APP有范儿 冠名赞助奇葩说 下期节目再见 我做梦都没想到 拿到这十万 是真的吗 我觉得辩论能力升级了 因为旧的成员更加升级了 然后新的成员起点非常高 齐齐太好玩了 老师也会齐齐 然后就一片乱七八糟 但是又特别的好玩 人跟人在聊天的状态中 是互相齐齐的 我们你讲一句我讲一句 所以齐齐是更像我们生活中 沟通的方法 你老子八糟在哪儿啊 没见过老子能排卵 来跟我这块钱 我直接让你轻轻松松的上路 你不放心啊 你别人还自宣出来了 回好长啊 你要把那口解开什么样吗 你怎么这么直接 我们的节目不就是直接的吗 每次爱情我都能飞着出火 然后我又涅槃重生 肯定是激动了 一直在咬下面前 咬完左边咬右边 啦 我太心是小一点点 惩罚我干嘛 惩罚我牌张我啊 来吧 本节目由有钱有势 有务范的有牌APP 独家冠名播出